茄子买回家,别再吵着吃了 今天我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烧茄子 酸甜可口,又酥又脆 大人孩子都爱吃 首先准备两根从树上摘来的茄子 去皮后,切成均匀的滚刀块 块不要切得太大 这样更容易入味 切好之后,直接放入清水中 加入一勺食盐和一勺白醋 再下手抓拌均匀 将它放在淡盐水中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然后再把水倒出来 接着再撒入两把玉米淀粉 再次抓拌均匀 让茄子都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像这样外表干爽 一个是一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油烧至八成热 然后下入茄子 刚下锅时先不要动它 等它炸至表皮定型 再用漏勺轻轻翻动 让茄子受热更加均匀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能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 鼓励一下我吗 非常感谢 炸至三分钟 将茄子炸至外皮金黄酥脆 控油捞出备用 另起锅 倒入少许食用油 然后倒入一包这个大厨调制好的糖醋制 它的酸甜比例特别好 也可以用它来做糖醋排骨 糖醋里肌 糖醋鱼等都非常好吃 把它熬到起密集的小气泡 然后下入炸好的茄子 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 让茄子都裹上一层糖醋制 炒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用这个方法 做的茄子酸酸甜甜 又酥又脆 一出锅孩子们抢着吃 你也快来做给孩子尝尝吧